高雄男子區昨天晚間有女子騎機車到加油站加油 先是因為員工指示移動機車位置 接著又沒有對她說謝謝 讓女子不滿服務態度 就在加油站內對著員工大聲謾罵 男子的態度有問題 你一言我一語在員警面前大聲呵斥 女子情緒激動對這名加油站員工不斷指責謾罵 原來稍早兩人因停車方向發生爭執 大家都那麼辛苦在這邊上班 大家要稍微退步一下就喊過天空 有說我們討好站嗎 那時候是人家不要離開 不要不停掉 不要離開 18在10號晚間9點多 高雄男子區的移區加油站 40歲的女子騎機車 載著喝了酒的丈夫到加油站加油 把機車停好後 女員工請她把機車移到另一側 靠近加油孔的方向停放 但婦人認為停車位置不會影響加油 因此心聲不滿 沒想到之後又因為員工沒對他說謝謝 直接再加油站裡大罵 我們根本都沒有位置加 還要請他們往後一點或者是挪一點 有的就不願意 重點就是要跟你們加倒油 你如果大車來弄一邊 遠景請雙方到派出所後 為雙方互不追究責任 根據工作人員表示 把車子停在對的位置加油 就是要避免行車方向亂掉 發生危險 雖然可能造成不便 但還是請民眾多多體諒 記者高層報導 直接增加坡 下斷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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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了 尋找了